我最近有一個感慨齁 我突然有一個發現齁 我們的國安戰略齁 叫做 對內天眼 對外無眼啦 馬政府的時候 中共軍機有越過海峽中線嗎 有沒有 對 時空環境不太一樣 謝謝啦 你們無能啦 時空環境不一樣 沈柏洋齁說 中共可能威脅 在中國做生意 或有蹊跷在中國的人 希望這些人在 開戰時進行一些任務 然後主張對這第五重隊的高峰選群 來控管增防 你認同嗎 你有沒有收到高層指示 來監控這些高峰選群 你有沒有針對36萬名陸佩 列為高峰選群 特別監控有沒有 中共有沒有 假如委員提到的這些身份 有沒有可偏性 36萬有沒有 我們才會啟動生態 你到現在連這個問題就不敢回答 沒有 那我就嚴重懷疑你有 你就是有監控36萬 你不要給我問A答B 主席有請國安局 海 海委會 海巡署 然後法務部 NCC還有中華電信 請以上單位 就備宣台 好 謝謝主席 委員好 局長喔 我最近有個感慨 我突然有個發現 我們的國安戰略 叫做 對內天眼 對外無眼啦 我不知道 我們的局長應該是不認同這個 我們這個國安戰略吧 對不對 沒有委員說明一下 好說明一下 對外就是無眼啦 無眼之國啦 海巡發生 既然發生陸艇以前的艇長 欸可以開著快艇長驅直路 猶如不設防一樣 沖到了我們的淡水碼頭 請問 有越過有逼近24海底林街區嗎 有沒有 也時空環境不一樣 我幫你講啦 有到12海底林海線嗎 有沒有 時空環境不一樣 對 而且中共的軍事 三種版本的海巡署記者會說 六里發現陸艇 未及時攔截燈檢 但暗巡人員快速掌握 嚴正以待 快艇靠岸時逮人 然後呢 海巡署北部分屬新聞稿是 淡水渡船 碼頭交通船插撞業者報案 安檢所前網查看後逮人 然後軟性嫌犯說法是 他把快艇靠岸之後 自己走上岸上 請路過民眾打電話報案 署長 光你們自己單位就兩個版本不一樣 到底哪個版本是真的啊 ABC哪個真的啊 那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北部分屬跟海巡署發布的版本 是一致的 只不過是 民眾在10點5次報案 第一次有講 所以軟性嫌犯的說法是錯的 第二次我們沒有寫上去 那跟委員報告 時間是這樣 我們9點44分 雷達監控到之後 第一時間要通報艦艇攔截 他們要通報 接下來跟委員報告 10點20我們手上 我們業者報案 業者報案是10點54分 有嗎 10點54分 我們在10點20分 好啦我告訴你 你要 我跟你講 基本上我也很欣賞你們了 是 反正已經全盤掌握就放人上岸 就這樣就這麼簡單 這個 沒關係 我告訴你 基本上 你不要講說今天海巡 前陣子發生無人機到哨所上面去 丟放船單 結果呢 說因為是鋼燒不是營區 這也是我們政府的說法 對外啊 剛剛我們張旗桿說不要在對內找敵人啦 我們國安戰略是對外放敵人啦 任何的今天喊了這麼多的國防 國安措施 對外就是無能兩個字來形容 但是對內我非常欣賞我們的國安戰略啊 我就要問一下中華電信啊 中華電信 請問一下 四方今天到底掌握什麼資料 他的伺服器裡面 有民眾的什麼樣的資料在裡面 跟你們報告 如果之前有說過四方他本身 我告訴你 他可以拿去做漁群監控 他就掌握 他的資料來源是哪裡 中華電信吧 八委員 中華電信的資料 一定是留在中華電信公司 一定留在中華電信公司啊 那我問你吼 今天我們前面剛才講 為什麼講說你們今天 來 請國安局長 我們今天就看到吼 從王毅川開始 他能夠精確地掌握資料 比如中華電信否認啦 四方進來你也否認了 可是昭昭然的事實就是有一筆資料 他可以拿去做分析 分析人流 分析今天不同場域的政黨倾向的重疊度啊 請問這樣的科技這樣的科技工具 我不知道我們的國安局有沒有掌握 這部分檢方已經在查辦了 我想還是尊重司法單位 好 我要問一下啊 依照現行通保法規定啊 避免國家安全遭受危害 國安局移民署可以幫助 對幫助境外敵對勢力進行通訊偵查嘛 對不對 是 那沈柏洋說 有進行相關的 我們現在針對這高風險群的監控 法律程序 我跟你講有沒有就是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個案當然今天今天抓到了今天蔡某某 你今天通匪通敵 我當然個案就要查你啦 對 不查就死職啊 可是你有沒有針對36萬名陸佩 列為高風選群特別監控有沒有 公家有沒有 假如委員提到的這些身份的民眾 他有涉入或是有涉及到 中共是有沒有普遍性36萬有沒有 我們才會啟動 你到現在連這個問題都不敢回答 沒有 那我就嚴重懷疑你有 你就是有監控36萬 我這樣講你你接受嗎 你有沒有監控36萬 我們沒有監控那麼多人 謝謝你 直接回答就好了 我們監控的是依照案情的需要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行 法律本來就是要 對就法律不許可嘛 我跟委員講 因為貴院通過的通保法 強調的一種概念是在於最小侵害的原則 這是我們 你不廢話我也知道 我還需要你解釋 是是這樣 我講的就是 你今天有沒有通案 你已經告訴我答案就好啦 我跟你講這答案你沒有啊 對啊 依照案情來審核 依照案情來審核 沒有要問你問題了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那很簡單 審不完就是廢話 他要求是針對高風險群 就是真的 群別 來進行監控 我謝謝你今天蔡明燕說沒有啦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 尊重委員的討論 我要講吼 自由時報 說吼 這個也是沈伯陽講吼 如果沒有針對這些高風險群進行控管 人別控管吼 台灣就會完蛋啦 完蛋了沒 你們也沒有針對高風險群進行群別的控管 依照證據 偵辦相關案件 依照相關的法律條件來進行證判 你不要給我問A答B 事實上就是這樣 事實上就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前面跟我們要推翻了 你前面沒有針對群別做所謂的政治偵討 不會針對群別 謝謝啦 這是案情 那台灣完蛋了沒 依照案情 台灣完蛋了沒 尊重委員相關的討論 台灣完蛋了沒 我們尊重 台灣完蛋了沒 台灣完蛋了沒 答不出來 沒有就尊重相關的討論 這麼簡單 接下來我要講 事實上我們會發現 我們的科技偵查法裡面有規範 就是 為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制定本法 我想請問局長 GPS定位追蹤M化汽車定位 使用熱險像儀等科技偵查手段 是不是 未來就會使用在國安方面偵討 還是現在已經在使用中 就相關的偵討手段來講 我們並不是偵查單位 那必須要看 相關有司法警察選的單位來進行 你會不會用 我們沒有司法警察權 我們沒有司法警察權 國安局沒有 國安局沒有 那在通訊這個監察方面 那針對所謂的通保法 監聽結束之後 所以換言之國安局 相關的我們國家安全單位 也都不用做監聽就對了 我已經指的是 監聽通保法監聽 對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只要司法警察機關有這個需要 送到國安局來審查 通訊偵查的必要性的話 我們進行審查 再送請高等法院 法官來同意 對啊沒錯啊 對 所以你們也會執行監聽嗎 我們不是執行監聽 這要通知啊 沒有看案情的狀況 三個月評估一次 法律規定是這樣子 法律規定要通知 事後要通知 這法律規定的 要由法院來通知 法律你還是要理解 沒有理清了 委員也請看清楚法律 這要由法院在結案之後 針對案情的規定 來用國家來去做所謂的那個 安全的一些 一些偵查 是有必要的 我支持啊 但是今天不能濫用 是最基本的原因 沒有濫用 所以我反對的是什麼 對外無眼 對內天眼 搞這種事情啊 你如果本事去爭制 爭防台灣的人民的話 先把這些 陸艇陸艦直衝淡水 碼頭的事情先管好啦 謝謝 對我們依法行政 也會加強相關的國安體制 因應相關的問題 謝謝 謝謝 讓我們體驗吧